Hello 大家好 我是無影像的WESTER 這是我們期待解封後的旅行 提升錄影拍攝技巧的第二集 不過在進入正片之前 想先聊一聊我自己 我是一名專注於動態錄影的攝影師 主要的拍攝範圍 從婚禮 快剪快播 廣告 活動紀錄 只要是關於動態錄影的 我都拍 為什麼我會想要做這個頻道 主要是因為YouTuber在我的影像 旅程中 他佔了很重要的角色 不管從前期的拍攝 到後期的剪接 我只要有問題 我就會上YouTuber找尋答案 網路上的大神 他們都會把他們的經歷 他們遇到的問題 如何解決 把他拍下來 分享給大家 也隨著時間的累積 自己的經驗越來越多 我會想要活虧大家 所以我也想要在這個頻道 將我的經驗 拍起來 分享給大家 這是我做YouTube頻道 最主要的動力來源 好 那我們要進入正片囉 提升錄影拍攝技巧的第2集 如果還沒有看到第1集的 撒班有連結可以點進去看 他提到的比較基礎一點 Table 1 等戲 什麼是戲 我們要先知道 廣告跟電影它是有劇本的 每一個畫面都是設計來的 可是旅拍 紀錄片 甚至婚禮它是沒有劇本的喔 所以大部分的有小畫面 也就是有戲的畫面 要嘛是等來的 要嘛是一直拍著拍著拍 甚至運氣好 不小心拍到 不過呢 在這邊跟大家說一個技巧 我們要預測 你們有拍過日出 有拍過日落嗎 為什麼你總是拍得到日出跟日落 因為 你知道 待會 太陽會上升 待會 太陽會下降 又或者 你知道 火車過來了 你就事先 站在那邊 等火車經過 很多好的畫面 真的需要來自於 等待 這也是每一個要玩影像的人 都需要具備的能力 不管你是拍 平面還是拍動態 尤其在婚禮的拍攝 更重要 因為往往事件的發生 都是一瞬間 你要去大膽的預設畫面 例如你知道新娘的爸爸要準備出門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先到外頭等待 或者是他跟家人的互動 我們要的就是自然的畫面 總不能說 爸爸你跟女兒笑一下 爸爸你跟女兒揮揮手 其實這就假掉了 所以 你要去預測 待會會發生什麼事情 而在旅拍中也是 小朋友可能要張開嘴巴 有什麼吃一口 或者是下一秒 太陽可能跑出建築物 或者是列車的經過 只要有這些事前的預測以及等待 你就能抓到更好的畫面 不過有時候我們 真的真的等不到任何的細難要怎麼辦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設計鏡頭 例如 來小朋友 翻個跟斗 從左邊看到右邊 適時的下達指令 不然哪有那麼多的剛剛好 讓你去拍到 或是重新進到店裡面 我們有時間 我們是可以設計一下畫面 即使是旅拍 都是可以的 只要有這些畫面 你影片的質感就會更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一個畫面 就只是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雖然有動作 但它沒有意義 這就是沒有細的畫面 要嘛是你影像裡面的背色物體有細 要嘛就是你的鏡頭要有細 所以我們要進到Payboard 然後 學會運鏡 攝影機的運動有五種啊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水平拍攝 就是Pay 然後槌子拍攝 從下到上 從上到下 叫T 然後RUN RUN其實就是變焦的意思 就從18端變到55端 CRAM CRAM就是搖臂 游下往上 然後最後一個 是DORI 以前啊 你要做到CRAM跟DORI 我們必須架很大的器材 不過隨著科技的進步啊 只要用穩定器 它幾乎可以模擬到 剛剛說的 五大攝影機的所有的運動 不過我們一般在旅行拍攝啊 我們最常 會用到的就只有 Pay Teal 跟RUN CRAM跟DORI 真的比較 比較少用嘛 所以我們今天就講這前面三個就好了 剛剛有說到你要讓影像品質提升 就是要你的畫面要有細 你的 背色物體 不會動 就假設是一間廟好了 或是海邊 然後我們要讓它如何有細 就是運鏡 或者是家人從前面走過去 你就可以一樣用PAN鏡的方式 從左邊PAN到右邊去 所以學會運鏡 跟著戲走 你的影像品質 就會提升 PayPal3 器材升級 通常攝影師出去拍 都會有主要的攝影機 ACAM 跟副攝影機 Bcam 我也是 我連出去玩也是 上一集有提到 我通常出去玩 我一定會有一台相機 然後一台 Action Camera 我雖然是器材控 可但是指我工作 我出去玩 我還是喜歡輕便一點 隨著器材的提升 一定能獲得更棒的畫質 鏡頭也是 利用大光圈鏡頭 前景更淺 鏡光量更大 勢必拍得更好看 晚上也會更清楚 雜訊更少 而Bcam 通常都是運動相機 我使用很多啦 不過最後留下來 是這台DJI OSMO Action 可能有人會問我 奇怪 我怎麼不是用 主要的GoPro 我都有用過 我從GoPro Hero GoPro 7 到360 Max 我都使用過 那我主要會放棄 GoPro的原因 主要還是顏色 雖然它可以調整 不過還是覺得 跟我的Acam 有點落差 而OSMO Action 它裡面有一個 D Cine-like 這是DJI的一個風格 那它會比 普通的色彩 容納更多的細節 但是不需要像D-Log 這樣70 ISO 要那麼高的要求 然後這樣的顏色 它跟Sony的HLG 還蠻像的 然後再加上 價格相對的低 不過它的確定還是有啦 就是你拍這4K的時候 螢幕是更不上速度 就是你在移動的時候 它是會掉的 Pebble是 輔助器材的升級 之前有說過啊 你帶更重的器材出去 肯定能換回更棒的影像質感 不過相對的 肯定 玩得不輕鬆 像影片裡的這趟旅程 我說你拿了A7S3 加24 GM 然後還有雲赫2 就是Crime 2 穩定器 兩公斤以上的器材在手上 代表著我根本不用玩啦 因為你要一直拿著器材 不過確實換來很棒的影片 就看各位 覺得划不划得來 在旅行中 我不喜歡帶給我 自己有壓力 我每次在非空拍的時候 雖然我有兩張G1跟G3的 飛行徵照 可是我還是會緊張 因為我還是會擔心 一個不小心 掉下來 或是撞到東西 然後砸到人 我就會想很多啦 所以我旅行 我就是要放輕鬆啦 所以我自然而然 我就會很懶得帶出去 所以 我有 空拍的旅行 其實不多 不過 你只要有幾個畫面 他確實是為你的影片 帶來大大的加分 最後一個就是收音了 我在上一集裡面有提到 記得聊聊天 記得說說話 既然你要拍攝到說話 收音就很重要 大家好 我是無影響王威斯特 這是用Sony A73 那間麥克風 說錄下來的聲音 你們可以聽聽看 他現在的收音效果 OK我們現在為A73 裝上一個指向性的麥克風 一般的麥克風啊 他的 機身的收音範圍 他是屬於全指向性 所以全指向就是他沒有指向任何地方 他的收音範圍是這樣子 一個圓圈圈 而裝上指向性麥克風 顧名思義 就是他指著這個地方 他的收音範圍會比較集中 不過呢 因為這個是 RODE的麥克風 這個系列 那這支麥克風 他的收音範圍沒有很遠 兩公尺以上 就幾乎跟 機身沒什麼差別 這個是使用RODE Video Mic Micro 這支小型的麥克風 所錄下來的聲音 可以聽聽看 跟剛剛機身的麥克風的差別 這是使用RODE Wireless GO 第一代 所錄下來的聲音 其實 聲音齁 他的最大的敵人是誰 是距離 如果你今天用了一個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貴的Shot Down 然後你的距離很遠 跟使用一個很一般的收音麥克風 但他距離很近 你們覺得哪一個 效果比較好 對 答案就是 近的那一個 即使他是一個很便宜的收音器 不過因為距離近 那相對的 收音效果好 5纖麥克風也是啦 你看他距離 講話的人這麼近 所以 不用說他收音效果一定很好 那外界的感動一定更小 所以外界麥克風跟無線麥克風 他確實是提升你的影像質感到另外一個層次的一個好工具 大家好 我是溫強的威斯特 大家好 這個是使用RODE Video Mic 這是使用RODE Wallets Go 第一代 所錄下的聲音 以上就是本集 提升錄影拍攝技巧 第二集 期待解封後的旅行 這個系列 一共談了兩集的 錄影拍攝技巧 而後兩集呢 我們會針對剪接的邏輯 下去做加強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 那就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追蹤一下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下一集的精彩內容 我是溫影像的威斯特 我們下次見 掰